好,請各位先把那個檔案先下載 好,OK 那第二個話呢,現在要先知道它的位置在哪裡 我是放這裡,你們可能放別的地方 你就是很簡單 點一下上面這個 我建議是位置列也可以按複製 我是建議用複製的 因為如果你自己打的話,很容易打錯 差一個字都不行 所以複製絕對不會錯 那只是說你尾巴一定要加一個那個反斜線幅 表示說我在這個目錄底下的這些檔案 你要告訴它一個完整的敘述 差一點點都不行 差一個反斜線沒有也不行 然後那個反斜線其實是一個拖曳資源 等於是保留資源 所以呢,我剛剛有在前面加一個小R有沒有 這個小R沒加會出錯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們就再來就是說 那如果我想知道一個問題的答案 我想知道這個目錄裡面到底 有多少的檔名跟副檔名 那請你幫我 最好是回來給我一個串列 有沒有 給我一個串列,那我就方便怎麼樣 再用一個回圈 就可以把這個串列裡面的一個個檔名 副檔名通通的抓回來 那抓回來之後的話,我可以怎麼樣 把它串在這邊嘛 那這樣的話,我先抓三重有沒有 然後呢,開檔,開檔,寫檔 然後再換下一個,中立有沒有 然後再換下一個,那這樣不就是 最後就把它直接存檔 那all.tadp就全部合併了嘛 OK 好,那接下來 最重要的 all.work怎麼用 我跟各位講 這個是很好用的一個方法 可是呢,它其實 怎麼講 網路上你搜尋一下啦 其實都講得很複雜 那我教各位一個簡單的方法 第一個,我先把上面這邊先註解一下好了 我們寫到底下好了 我們先把它,這幾行 選起來 Ctrl-1嘛 Ctrl-1就註解嘛 註解的意思是,我先放旁邊 我先不要執行它 那如果我今天呢 我要 使用那個all.work的話 第一個 我們要先 import一個all.us 因為這all.us的話 其實它已經幫我們 放在韓式庫 但是你要引用,要 import 跟那個random一樣的意思 OK 然後裡面的話呢 它有一個叫all.us.work的一個方法 不過那all.us.work的方法 它比較麻煩 它回傳給你東西會有三個 哪三個呢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它的什麼呢 它的根目 所以你可以看到 底下其實這個敘述還蠻長的 我是把它放在我們的雲端上面 其實主要是這個 all.us 而且這import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 這邊我前面 如果你要把這個 某個目錄裡面的所有檔名 跟副檔名 把它叫出來的話 那記得喔 它會回傳給你三個東西 第一個的話 所以喔 這個其實太長了 我剛才拿這個來 老闆的話 for 記得喔 它前面一定要for回圈去讀取 這個是它固定的寫法 那必須前面 你會給它三個參數 因為它return回來就會給你三個東西 那你說老師我不要我只要一個不行 它三個都給你 這是它規則 這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哪三個東西 第一個root root實際上就是它原來的這個名稱 第二個的話就是 就是drs就是它回傳 告訴你說這個目錄裡面有多少的直目錄 所以如果裡面有目錄名稱的話 它會回傳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裡面有多少個檔案 那檔案的話呢 我們給它叫liste好了 OK 那in 這個就是喔 for後面加一個in 後面的話就是加一個 always.work 然後給它一個什麼 給它一個完整的路徑 那這個路徑的話呢 應該我們是cr有沒有 然後後面的話download這個地方 因為 不跟著一下 應該到全程郵局地址 所以我把這個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裡 直接貼到這裡 貼上 然後尾巴再補一個後雙引號 因為我後面其實 上面是因為有三重點tst 所以你會發現喔 我這個只是指向哪裡呢 指向一個目錄名稱給它 這個目錄在哪裡呢 在c底下的這個download下面 有一個全程郵局地址 後面這個就不用在一個反斜線的 不用 OK 直接這樣子 表示說呢 請你幫我喔 把那個目錄裡面呢 所有的這個檔名跟副檔名 幫我讀出來 然後呢 直接就放在liste裡面 所以特別注意 前面這兩個其實我們現在用不到 所以呢 我們後面for回圈下面呢 你直接打一個printer 他就會直接喔 把那個檔名跟副檔名 放在liste裡面 所以你直接把它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喔 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他會幫我把什麼 三重點tst放在 0到64嘛 OK 所以特別是你會發現喔 這邊就會得到像這樣的串列結果 那這樣的話就很好辦了 我現在就跑個回圈嘛 0到最後一個 然後呢 分別把這個檔名跟副檔名怎麼樣 塞到剛剛我們不是有讀取的這個 這邊不是有三重點tst 那把它塞進去比較好了 他就讀第一個 然後再寫進去 讀第二個 寫進去讀第三 有沒有 這樣就符合我們的需求嘛 OK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這個 OS.work 特別注意只要給他一個目錄 他就會 吐回來這個list的一個清單給你的 OK 那你說老師那其他這個什麼 root這些跟drs這個會不會用到 其實啦 其實也用不到 因為其實你會發現 如果你假設想要知道root是什麼的話 那很簡單嘛 你就把它print 不過其實root 其實指的就是 他後面的這個有沒有 這個檔 這個路徑 他又重新幫你把它放到root 所以其實這個root 其實沒什麼太大的用途 我說真的 因為root其實就是幫你把路徑 再幫你把它存到root而已 那你說drs裡面這個做什麼 其實喔 它裡面實際上就是幫你把它放 你的那個 目錄裡面有沒有指目錄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這裡面是空的 因為裡面沒有嘛對不對 除非怎麼樣呢 你要test的話你可以這樣 在這個目錄裡面按右鍵 新增資料夾 有沒有一個嘛 如果再兩個 OK資料夾 資料夾2 假設三個 如果你有三個資料夾的話 那你可以再把它print一下 DIRS print一下 你會發現喔 這裡面呢 就會有一個什麼 就會有一個 DIRS 裡面的話 其實就放什麼 放這個 目錄的名稱 直目名稱 而且直目名稱 底下又給你三個 為什麼 因為它目錄裡面還有目錄 它還可以把目錄裡面的東西 再幫你把它 把它秀出來 所以啦 這個其實目前用不到 因為我們目前只有 一個目錄加25個檔案 所以DIRS 也用不到 所以前面這兩個參數 它有點像那個 買一送三的概念 對 買一送三 它一次就給你三個 你說老師我不要 可不可以 不行 這個是它方法 固定就是這三個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使用的方式 那所以最關鍵就是 我已經知道 用那個OS.work 這個List1的 這個 裡面的資料就可以 所以你把它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 它這邊就會得到 這些東西啦 OK 這一個串列 那你說老師 那底下為什麼要多三個 因為裡面會有三個目錄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有三個目錄 它一樣會再 變成說你要幾個目錄 它會給你幾個 幾個串列 OK 當然其他串列用不到 你就不要管它 所以我先把這個刪掉 不要避免干擾 OK 所以如果有了 我們有這個 那怎麼樣可以跟上面結合 所以Ctrl1 那我應該怎麼放呢 所以可以把這三行怎麼樣 理論應該是塞到上面才對 有沒有塞到上面 這邊塞到上面 然後呢把這個開啟 應該是一邊開 一邊寫 那 Close的話應該不用 應該是最後再Close就可以 因為 一邊 最後等到你已經寫完了 沒有了 再Close 我覺得比較合理啦 OK 所以至於要怎麼樣 可以把剛剛這一段 跟這個OS.Work的結果結合在一起 那請各位想想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其實如果有OS.Work 答案應該就忽視 而且其實程式不多 說真的 會OS.Work 再加上開檔 再加上寫檔 其實差不多了 接下來就是把這幾個結合在一起 那你O.TSD 裡面就會有全部的25個檔案裡面的內容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未來我想要把它換成Excel 一樣嘛 只是把那個開文字檔改成開Excel檔 那寫檔的話 把它改成寫文字檔改成寫那個Excel檔 那其實不是有一樣的道理嗎 OK 其實架構都一樣 只差別就是說檔案類型不同而已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那OS.Work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非常好用 以後如果你有檔案的這個合併跟分割的話 靠它就可以了 OK 試試看